音樂 無線感測器網路 簡稱WSN 是近年來廣泛應用於 農作物生產環境監控 它可以結合不同的感測器機 多個無線網路節點 的傳輸 然後將感測器所偵測到的 田間資訊 傳遞到貨方管理系統 做統計分析 是一項農業相關運用 新興的通信技術 協文葉兒是農業的 重要害蟲之一 目前在全台 共設1490個監測點 每10天以人力調查方式 收集監測資料 不但耗費人力物力 且常不能及時發現 又從大量出現的時機 措施最佳防治機會 造成防治成效不張 或過度用藥 因此 茶葉改良廠自民國98年起 結合台灣大學生物產業 畸變工程學系 江釗矮教授團隊 開發之WSN設備 及專利設計之性肺肉膜 誘引害蟲監測器 於試驗茶園 附件協文葉兒 即時監測網 經傳統人工調查 比對自動監測數據 證實本項技術 能精確技術 協文葉兒的七群密度 經分析統計 預知害蟲熱騎 並通知茶農適時防治 以降低茶園損害及減少用藥成本 無線感測器網路已經結合溫度 濕度、照度、風速、風向、氣壓及雨量等 氣象感測裝置 即時收集完整的茶園環境監測數據 經過後端的系統、資料、處理及介面開發 農民可以利用電腦或智慧型行動裝置 透過網際網路 隨時獲得即時茶園監測資訊 作為茶園生產管理及病重害防治等決策遺跡 彩色交通 拍攝